觀眾朋友你好 不知道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你的志願是什麼 我高中的時候 有一群那個朋友很會唸書 所以他們的志願 說我要做醫生 醫生可以救人啊 然後而且薪水還不錯 有些說我要當律師 有些說我要當建築師 什麼什麼 我高中時候志願 是想要打NBA 但是後來發現說 自己跳不起來 而且越來越胖 就放棄這個志願了 可是很難想像 有人在高中的時候 他下了一個 他一輩子最大的志願 是什麼呢 要當造福員 長照的造福員 賴清德行政院長 在剛上任不久之後 他因為講了說 這個造福員 雖然低薪 不過就把他當成是做功德 被外界罵到臭頭 所以賴院長說 一定要提升造福員的 這個薪水 原本如果說你是居家的 就是到人家家裡面 去照顧這些老人家 長輩的話呢 大概平均下來 一個月薪水也頂多 不過就是兩萬五千塊 如果你是去機構的 不管是那個去長照機構 或是去醫院的呢 你的薪水大概可以是三萬以上起跳 可是大家說 不應該要死 說得難聽 六腮六腦 照顧老人家 照顧這些身心障礙的人呢 是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不但勞力 更是勞心 有時候呢 別人酸言酸語 實在不記得了 可是呢 這個工作 為什麼現在有高中生說 我畢業之後 就要當造福員 而現在呢 在很多很多大學呢 都已經設立了 叫做長照的科系 可是呢 有一所高中在南投 他設了長照照護科 也就是說高中在國中畢業念高一的時候呢 他就選擇 他要去當造福員 你不要以為他做錯了選擇 你不要以為他選錯了工作 因為呢 這些人還沒畢業 在南投已經有很多醫院 搶著要請他們 一個月的薪水起跳呢 是三萬五千塊 幾乎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就業 那你會問說 好啦 就算你很厲害了 高中一畢業 你可以賺三萬五 說實在現在大學畢業 要賺到三萬塊 還是很難的 高中畢業 高中生就可以拿三萬五 這真的是非常厲害 可是你第一年賺三萬五 第十年 第二十年 但到退休 你還是賺三萬五啊 這整個造福員的升遷 薪資的制度 真的已經健全了嗎 今天透過在高中 已經設立了長照 或是照護科的這樣角度 來去談談到目前為止 造福員 他的薪水 他的福利 他的待遇 他的升遷制度 是不是真的可以讓長照 是一份好工作 今天好好來講這個題目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衛福部 常務次長 不過他今天應該不是用 長次的身份 應該是 接下來衛福部會設了一個 長照師 現在是長照師籌備處辦公室的主任 薛若元 薛市長你好 主持人好 那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剛剛一直在講說 為什麼高中要設了一個叫做 長照科 我們再來歡迎是全臺灣第一個設 到目前為止 雖然是唯一 不過後面應該會有很多很多高中 陸陸續續都要設這個長照科 來歡迎是南投市五玉高中 五玉奇美的這個五玉 五玉高中董事會的秘書 黃美玉黃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就是今天的主角 五玉高中照顧服務科 現在是特高三 高三的學生 林采妍 采妍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真的立志要當照服務員 是的 沒錯 很辛苦 對 很累 是是蠻累 可是我覺得說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雖然是艱辛 可是我覺得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我想我未來的 我應該會收穫很多這樣子 你現在是高三嘛 高三 所以今年就畢業了 對 畢業 畢業就要去工作了 對 就是邊讀書 然後邊實習這樣子 所以已經有醫院三萬五 要請你了 呃 算是這樣子 對 因為大家幾乎都有照顧長輩的經驗 對 你不要說那個長輩 如果像我這個這麼大塊的 那種八十幾公斤的 要把它吹起來 那很疼很疼的 對 你光說要清 不然就擦背好了啦 對 排泄物 呕吐物 那甚至還有罩口 罩口大家就知道啦 對 那可能如果是自己家人 然後還可以有去做一些 那個是那個 就是有插管的那些清潔護理的工作 這個你一輩子想要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這算是 呃 算是只是一個 就像我們蓋房子 我們底肌一定要蓋好 我們才會看到房子最後的成果 那等於照夫人員 照在學長照這塊也是一樣這樣子 我們一定可能是一定要從基礎做 那直到說我們可能到 有些深入有些了解 那我們才可以就是才更好的發揮這樣子 對 你會不會把長照工作想得太美好了 就是只看到三萬五沒看到三萬五背後的代價 我覺得薪水不是問題 我覺得當我們在從事這個 可能是做功德 但我覺得以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說我是在幫助長輩 那等同就是在幫助這 這整個長照社會這樣子 對 你高中一二年級 現在三年級了嗎 對三年級 有實際去看看人家是怎麼做照護員 怎麼去照顧人家嗎 有 這方面都有去看過 我們長進我們學校就是 無論是校外參訪 或者是寒暑假的這個見習 那我們都有去看 去看一下我們的長輩 他平常的作息 那是如何就是照護他們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些清理排泄物 洗澡擦背 搬上搬下 然後像是清照口 對 或者是老人家有時候脾氣一來 動不動就亂罵人啊 睡睡念啊 不黏又十黏這種 這個你都看過 對 其實當長照人說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說 假如說我們要踏入長照的話 我覺得 一定要具備 我們要用心 然後我們要有正確的態度 那我們再投入這個長照 當然我們要有耐心 有恆心 對 那其實說可能長輩發脾氣 當然我們可能就是說 因為其實長輩 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孩 我們可能是要運用一些 可能不敢 去哄他說 可能就是 那假如說阿公不洗澡的話 我們可能說阿公 我們來洗洗澡 待會兒我帶你去 可能是玩遊戲什麼之類的 就是 或有傳黃色小鴨 我們都會來洗澎澎 就是 就是算是我們 就用自己的方式 老人家是 對 來帶長輩這樣子 可能說玩遊戲 我們等一下 阿公喜歡玩夏淇 那就陪阿公上淇 這樣子 陪阿公聊天這樣子 對 想說你這麼可愛 應該是有人 比較不會說黑白洗澡 不過可能就是要請兩個過來人 來看看是不是 年輕人 終究是年輕人 是不是真的沒想太多了 我們再來歡迎是非常資深的兩位 居服員跟造服員 首先呢 我們來歡迎是 寬服護理自家的居服員 老可吉 老大哥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 是這樣嗎 這位同學 他有很好的理想 我覺得是可以肯定的 因為年輕人 我覺得他就是 有很好的體力 有些熱忱 那理想更不用說 但是很多現實的環境 可能你必須要去歷練 就好像你要經過一些 症撼教育 有些實習跟真正在下親事去做 可能是會有兩個差別 問題是您能夠熬多久 清理建設我覺得是很重要 譬如說你必須要放下身段 調整自己的心態 這是我給你的建議 老大哥你當居服員多久 大概快四年了吧 四年 你是怎麼熬過這四年 可能年紀大了也沒有辦法 在選擇別人的工作 你只有硬是撐下去 大概就是這個理念 一直做下去 講不好聽就是經濟壓力 也有 因為我之前有去找過其他的工作 因為都是用你的年紀 已經不符合他們的需求 反正就是說你已經年紀很大 為什麼你剛剛語重心長的 跟採言講說要想清楚一點 或是要多看一點 你是經歷了什麼不能到的事情嗎 到底也沒有 你是遇到為什麼 你會覺得這份工作 其實是很辛苦 剛開始是辛苦是沒有錯 可是我想經過了這幾年時間 習慣了 OK 習慣了 所以應該說也上手了 等一下再多多請教一下老大哥 再來換一次呢 這個年資就更多了 二十二年 當其實以前沒有照服務員 照顧員以前也沒聽過什麼長照 以前就是請看護 他當看護 然後後來當長照的 這個照服員區服員 已經有總共二十二年歷史 淡水馬街醫院 護理之家的照服員 黃桂英 黃大姐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馬街服務員黃桂英 目前聽了這個妹妹方 我很認同 因為我覺得這個環境 這個領域 真的很需要年輕人進入 因為我覺得已經斷切了 中年 在我們這一代 可能還有一些人在做 所以在我們後面 就已經斷切了 然後在後面的 來了好幾個來 我們到哪家來 應徵就做不起來 現在看到年輕的很開心 對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一塊真的很需要年輕人 因為我們 我們的年紀也大 慢慢老老 那個體力真的有差 當然 年輕人真的有體力 然後也因為照顧老人家 這塊就是要換下的身段 你可能在面對老人家的時候 你可能不是那種 我是 我是誰 然後我是 什麼 什麼家的小孩子 是比較有 比較有分量 可是在老人家面前 你可能扮演就是他的孫子 或什麼 你可能就變得 煩惱煩惱 你可能他一樣子 顛顛倒倒這樣子 跟他講話這樣子 是 可是我覺得 我可以鼓勵妹妹他們加入 我也希望他 因為我覺得 現在政府開了這一批 我覺得是幫助我們 那我是希望是說政府 還是希望是說他們這一塊 是真的能夠持續下去 因為我覺得他們畢業了 是真的可以當那個機構 那機構的制度 真的有完善嗎 他們會繼續會走下去嗎 因為我的機構真的很重要 是 是 因為我覺得在馬街我們的制度 我敢說 為什麼會離不開這個馬街 因為他制度真的很完善 所以我們 我們裡面人 大概都是會做得很久 因為就是看到他們的福利很好 那因為我看到很多我親朋好友 在外面做事情 真的是沒有辦法帶出 因為制度很差 黃大姐 不好意思 有一些隱私 你就不要講說 你 你的情形 你說一般的情形 一般 照福利員賺多少 那個薪水多少 那個薪水多少 一般 你說我們一般 你們啊 你們啊 我們喔 在機構裡面 在醫院裡面 在機構平均大概 我說每個月好了 如果是我 我算我大概是平均一年 六十七萬到七十幾萬 所得稅 要報出去大概一年七十萬 所以一個月大概就五六萬左右 那如果後面 因為我算資深了嗎 我算資深了 那後面比我晚應該是五年十年 大概他們平均的月大概也是三萬以上 欸 你就算一個月五六萬 可是你工時那麼長 工作那麼累 沒有喔 我們是八個小時喔 八小時 你們不是十二小時嗎 不是喔 所以我就說我為什麼福利很好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每天工時八小時 對 我們是 我們是三班制 輪班制 週休二日 那我們是 只是說週休二日 我們不可能在六日再修 那我們可能是 大家排嘛 用輪的 對 用輪的 那應該是原則上 我們大概上四天五天就修了 次長很注意 去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做了好多長照系列 其中有好幾集 我們都是在批評政府 你這個美意很好啊 長照當然要做 可是長照找不到人 去年我們都一直在說 找不到人嘛 可是現在說 欸 不但有人 而且還有年輕人要進來 但是整體人講還是不夠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在臺灣有非常多 而且是越來越多的大學呢 設立長照的科系 甚至到高中 高一的學生呢 就決定他以後的工作 要來當照服員 看準長照人力缺口大 南投五育高中 三年前成立照顧服務科 今年五月第一批學生畢業 好幾家醫院來搶人 最後衛福部南投醫院 以月薪三萬五千元 搶到三十位畢業生 只要你想要有就業的話 我相信他不是這麼困難 他的薪水應該也可以支付一個學生 一個孩子的基本生活 一般照服員 受訓時數為九十到一百二十五個小時 學生在高中三年 有一千八百小時的訓練 包括健康促進 居家照顧和專業照顧 一早學生來到家和社區 帶老人家做健康促進活動 先來一場法式滾球 還有撞球 家和社區有許多獨居老人 經常等著孩子來帶他們玩遊戲 來 阿嬤 一 二 三 我阿嬤她今年八十歲了 然後我覺得她是一個 就是這樣還是老的辣嘛 然後我阿嬤她八十歲了 她是會找她一脹癌後 就是治療後 然後她是會找隔壁的阿嬤 就是每天都是坐公車出去 對 我就覺得說阿嬤交給我開啦 因為每個人都會老嘛 下午學生回到教室 進行居家照顧課程 弄這裡 因為等一下洗頭 怕會濕掉 所以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天 你是要把它走一整 墊高 你是要把它墊高 因為這樣水才會流下來 練習慧音沖洗 也是照服員必考項目 一個同學口述過程 另一個實作 另外還有料理食物課程 製作適合老人家的飲食 每一個照顧細節都要學會 還要練習為長輩吃飯 學生在大學的時候 他就跟著同儕 一起接受這個四年的大學學歷 然後四年的工作經驗 撐過這個四年之後 他可以接受到的工作環境 其實會更加的廣闊 可能在衛生所工作 去做照管專員 或是他可以在網上去做照管督導 這批高三生五月畢業 進到醫院工作後 每週有兩天到大學進修 四年後取得大學學歷 就可以報考照顧管理專員的職位 提升工作職位與待遇 黃老師五一高中是臺灣第一個 目前應該也是唯一一個 當初為什麼想成立這個 所謂的照護課 這應該從我的父親五一高中董事長 黃天榮他的信仰說起 我的父親是草屯媽祖的主任委員 我們在媽祖廟服務 已經有將近四十年的時間 那你知道嗎 因為每個媽祖生的時候 會有很多老人家前來拜拜 可是慢慢的我發現奇怪 怎麼有一些老人家固定來拜拜的 沒有出來 那我們南投是一個鄉下地方 我們會去詢問 然後在詢問之下發現 因為原來有一些老人家 他年紀越來越大了 他行動不方便 其實出門這件事對他而言 是一個困擾 然後漸漸他延伸了 他沒有辦法去用餐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辦法出門 他沒有辦法買菜 他甚至沒有辦法自己煮飯 所以在九年前我們草屯媽祖的功德會 跟我父親就開始跟南投縣草屯正公所合作 一起去做我們草屯區獨居老人送餐服務的經費 每年捐贈六十萬元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每一年在過年前 我們會跟老人去做一個團圓餐 團圓飯 然後在團圓飯的時候 因為好多老人家 他的行動是不方便的 他需要志工來幫忙 那我們看到當時的志工幾乎都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志工 可是因為我們做的時間很長很久 慢慢的我們發現那些志工也開始從原本的志工 變成一個需要受照顧的人 是 然後所以在五年前我們發現我們要新社科了 然後發現怎麼有一個科系叫做照顧服務科這樣子 然後才開始決定我們要投入這個職場 我們希望培養一些年輕人來接替這樣子的工作 但是長照科真的對小孩子的生產規劃是一件好事嗎 應該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科別 在一個高國中畢業生 他要去面臨的時候 他有很多種的選項 那因為我們可能是位於在南投區 南投區跟阿公阿嬤住的比例是很高的 他比較會接受老人家 因為他家裡就有老人啊 他就不會可能他就比較容易接受 原來照顧我的阿公阿嬤 他就像我在家裡一樣 他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工作的一個選項 嗯哼 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說 我們在招生的時候 其實是還獲得蠻大的迴響 所以現在幫採研他們 就是五育高中做的一個生癌規劃 就是希望他們高中畢業 就投入職場去當照顧員 是這樣 應該對 應該是這麼說 因為畢竟我們在學校的教育養成過程中 我們不停地讓他去機構服務 嗯哼 然後我們不停地讓他接觸老人家 是希望強化說 他不要一開始去機構的時候 看到老人家 他會害怕 他會不敢去摸他 不敢去 就像很多人不敢摸嬰兒一樣 他怕會把他摸壞掉 但是畢竟他們 其實你看 他們只是個剛要成年的青少年而已 我們會很擔心 他在這個工作職場的受壓能力 到底是如何 是 所以大概在一年前 我們就開始不停地跟所有大學去做接觸 所有的機構去做接觸 希望有個合作的機會 然後可以讓我們學生 一旦畢業的時候 馬上去大學讀書 去機構上班 為什麼有這樣子的規劃呢 我們當初的想法很簡單 因為孩子們一起去上學 然後三年的同學 然後如果一起去工作 他如果有不一樣的 他遇到一樣困難的時候 他們可以互相扶持 加上他在大學 我覺得要經過四年的畢業時間 那相對的教授們 會去陪伴他們四年 我大概聽懂了 所以黃老師 你們的規劃就是說 像採研這樣子 其實現在五一高中 有幾個班是長照課 目前他們的三年級是一個班 剩下的一 高三一個班 對 一年級二年級 都是兩個班 現在至少是一年級兩個班 二年級兩個班 高三年級一個班 那他們如果畢業之後 當然可以就直接去工作 十八歲已經不是同工了嘛 所以其實可以就業了 就業就可以拿三萬五 但你同時呢 可以不要去當 Full Time的工作 你可以直接去念 現在你看 全台灣有這麼多 像是高雄醫學大學 陽明大學 馬街 臺大金門等等的 通通都有碩士或大學的 這些長期照護相關的科系 或者是研究所 是 那等一下我們談談說 為什麼要念高中 為什麼要念大學 為什麼要念研究所 因為呢 搭配的是說 不同 不應該是說階層 就是不同的工作 在長照體系裡面 但是我先請教次長 不好意思 拖這麼久才給你講話 你這孩子 抗壓性 像老大哥說 是可以多久 人才十七八歲而已 會不會整個職埃規劃太早了點 其實做這樣子的工作 跟護理人員有一點點類似 那護理人員在他畢業的時候 經常 躲到那邊廊 你也不要看過 不要摸過的 還是會有這種壓力大的問題 是 所以在整個臺灣的醫療體系裡面 護理人員如果是新手上路的話 通常他會後面有一個指導者在那邊 雖然他是已經正式的 正式的上限的 那在每一個護理站裡面 他都有所謂的小組長 然後後面又有護理長 所以你有做什麼樣的工作 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者是病人本身是比較難產的 後面就自然就會有人過來支援 所以像黃大姐跟老大哥 你們都是要單打獨斗 自己面對這些 不管是說那個磁眉善目 或者是說那個脾氣暴躁的這些 需要被照顧者 可是採言可能是比較多 但是背後會有老師 背後可能還有學長姐 可能還有其他的 像是醫療團隊在協助你 不過我們談到很實際的 一個問題是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救治 新治因為變得很複雜 所以很難有一個 一致的標準出來 但我強調我們那個標 三萬五千塊 是五育高中畢業之後 一些醫院希望用這個薪水 來聘請他們作為造福員 不是每一個人都三萬五千塊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是去機構 因為他就是一個正職的 所以他薪資會稍微好一點 但也沒多好 工時最高一個月 是兩百四十個小時 月薪大概就是三萬塊到四萬塊 可是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我必須一直強調 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如果是你到家裡面去 因為他就是終點的 就是有一點像非典工作 算點選的啦 一個小時一百七十塊 實在說有夠難賺 你如果說路途比較遙遠 你是有再做幾個案家 工時呢 每天大概是六到八個小時 一個小時只賺一百七十塊 平均下來在救治的部分呢 這些造福員大概 僅多只拿兩萬五千塊 現在雖然好一點點 因此兩個問題請教次長 好是好到多少 我們真的可以保障 全臺灣的這些造福員 就像賴院長所說的 薪水最少最少 三萬兩千塊嗎 好 那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個新的支付薪資下來 如果換算為十十 每個小時給這一個單位的錢 大概換算起來一個小時 大概三百八十五 三百八十五 現在不是在兩百而已 那是過去 過去兩百 所以一月初 開始的這個制度 算過來 台幼是在那三百八十五 台幼是怎樣 所以在這樣子 當然過去有一些 像說轉場的津貼等等 那些就通通灌入在這裏面 OK 所以現在這樣算起來 所以這邊的時薪 如果拿到軍服員的手上 可能是兩百五以上 所以應該是不一定有那麼多 因為他裡面有一些成本 交通的成本這些 那我們最近大概 大概在這一個月裡面 我們就會給一個公文下去 各個縣市 如果是居家服務員 用用月薪算的 他要不得低於三萬二 不得低於三萬二 那如果你用時薪算的 每小時要兩百塊以上 而這個交通時間 就是轉場的時間 這間到那間中間 能量要算公時 這中間的公時的時薪的話 不能低於最低的時薪一百四十塊 所以這樣算起來 因為有的人也是做part time 是啊 是啊 part time的算起來 也是就是要這樣 工作時間兩百 轉場時間最就百時 然後要符合勞基法的規定 這是我們在最近就會給的 你一定要給他保勞保 健保六趴提報 而且那個公時的部分的計算的話 依照勞基法的規定來算 這合理 如果機構的 目前是因為 要不去別別處理到機構 因為機構的支付 支付的部分 是為各個縣市去做核定 他們的收費 所以大家成本可能會不太一樣 不過一般來說 你現在三萬四萬 這應該是合理的一個所需 所以我們現在主要是在先處理的是 居家服務員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 是 他一家一家去做服務員 也就是說在這個月 衛福部就會發一個正式的公文 給全臺灣所有縣市 只要你居服員 是領月薪的 對 不得低於三萬兩千塊 對 我們如果低於歷史 我會發動 因為這個居服 你錢就不給他了 因為這個居服 我們當然是和管制政府簽約的 OK 所以你如果沒有後面 我就不要和你簽 這就有強制性了 對 我們有一段時間給他反衝 因為這涉及到機構管理的部分 我要讓人有一段時間 說實在 你剛那個轉場 不得低於磁心一百四 這也完全合理 你怎麼說 你如果說台東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在談偏鄉的部分 真的居服員很難找 你如果說台東市 要去跟另外一個鄉 只有開車就開了一段時間了 那個就開了火花了 這個是這個部分 不是我再請教一下老大哥 薪資的部分 合理到目前為止 如果是照次長所說的 如果是要改進的話 我是覺得非常的贊同 因為的確是對我們居服員 是有一些幫助 可能會超過 超過目前的一個薪水的人 一般居服員 是就是那種可能要接幾個案子 一般像你是接幾個案子 我大概一天有接四個到五個 可是這個還要算 你這個案子裡面 要服務幾個小時 所以算下來一天 可能有到八小時 一天四五個 這樣一個月大概可以賺多少 以我目前來講 我大概可以到三萬二三 都有可能 三萬出頭 對 天天都得做嗎 一到五 有時禮拜六會有加班 可是加班大概也是只有 一個上午的時間 那采雲我再請教一個更敏感的問題 所以現在當然衛福部要做的是說 把居服員的薪資整個拉上來 所以希望讓院長那個三萬兩千塊 不要跳票 保障三萬二以上 可是總不能你高中畢業賺三萬二或賺三萬五 做到你退休 你還賺三萬二三萬五 這個不像話吧 其實我覺得說 就是像我剛剛講 我們是從打基礎 可是我們以後未來 我覺得我未來說 不會說只是想走基層的造福人員 我可能是 可能興趣說 我可能是膳食研發 舉例來說膳食研發 或者是微電影創作 或者是那個 就是可能是我們可能研發一些有關 就是可以提升造福 造福技術這方面的 一些技術方面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你喜歡做研究 或是做微電影 微電影你不要來打廣電 你才會去打廠照 我可能是五 可能之後走向可能比較合適走 就是輔助設計這樣子 所以你桌上那個布的故事書 就是你創作的很重要來源 對 其實我們做這個教具的用意 其實是增加我們長輩他的認知功能 那其實也是說 我們做這本書 讓長輩就是懷舊 他之前的時光 可能是我們就是種田嘛 就是早上很早就起床 就是種田 然後在一個藍天白天 白雲的就是藍天白雲的展覽天空下 然後有一隻牛 然後這樣子 對 就是我是想 我是覺得說想走這個方式 然後讓長輩說可以回味到過去 那也可以讓他說 就是可以當我們的感觸會不同 其實當我們在跟長輩互動 或者是在做這個教具方面 其實我們都有我們的想法跟理念 所以你是真的對照顧老人家很有興趣 對 其實因為是我們家 我們家也有長輩這樣子 我們家有阿公阿嬤這樣子 那阿公他是因為就是 癌症這方面 就是身體不好 那所以我可能在家 就是下課之後 我可能回家 我還要負責說幫阿公 就是傷口護理的方面 那也可以就是 就是備餐或餵食 那其實我做這些 其實都是在學校 就是有學到的 那我將我所學的回饋到給我家人 幫助我家人這樣子 是 我剛剛這樣問採言 其實就是說 有沒有一套讓照服員好的 不管是加薪的這個機制 或者是升遷的這個機制 我們來看看 目前呢 不管是各縣市政府 或衛福部 其實就設計一套機制出來 當然呢 這比較底層基層 最重要第一線的呢 就是照服員 到機構是照服員 到居家的就是居服員 等等的啦 可是呢 如果你是念老人 照顧相關專科畢業 又有五年照服員的經驗 或你剛剛念那麼一大堆的那種大學的相關科系畢業 再加上四年的照顧機制 你就可以去考這個叫做照顧管理專員 薪水就會多一點 多一點也沒多到多大點 三萬七到四萬九也還不錯 你當了照管專員之後兩年呢 你可以升為督導 薪水就再高一點 四萬三到五萬五 這個是所謂的升遷的這些管道 可是我們來看看 長期以來 大家認為 長照之所以最大最大推不動的原因 就是在於照服員不足 而照服員為什麼找不到人 就在於薪水實在太低 照服員幫失能老人餵食拍背 工作忙碌又辛苦 在都會區機構工作的照服員 薪水大約三萬到三萬八千元之間 居服員如果有五到六個案家 薪資大約兩萬五千元到三萬五千元 萬元之間辛苦又低薪 許多人不願投入長照工作 這個領域其實有很多的專業性 可能不是大家看到的表面的身體照顧而已 那我想在其他的像多元輔料或者是像這個失智症的這個照顧 其實他都會需要很多時候同伴之間的一種一種交流分享成長 其實那個也不是一天兩天可以累積起來的專業 根據衛福部統計 目前國內長照需求約有一百零九萬人 醫師能程度分一到八級 照服員的人力缺口約有五千到六千人 但去年一整年 照服員只增加三千多人 許多人受訓後選擇離開 照服員做連家屬都不一定願意做的事 卻不被家屬尊重 這也是讓人不肯投入長照的原因 為了留住長照人才 衛福部從薪資下手 今年元旦起實施長照支付新制 提高支付標準 希望照服員的月薪可以達到三萬兩千元 但是新制按照服務項目個別計價 樣樣都要錢 過去是按終點計費 現在按項目計費 洗頭一個價錢 洗澡一個價錢 超過五成的按家要付更多錢 為了省錢 也打算減少服務 新制導致照服員和照顧對象的關係 因為樣樣拆開季費 變得冰冷 沒有人情味 失去了長照精神 而薪資會不會增加也很難說 專家認為要留住人才 除了加薪 必須建立國家級的證照制度 有職業生涯規劃 才能給照服員看見一個未來 市長就是最大的關鍵 好像從今年開始會變得很複雜很複雜 說實在 我們這兩天一直打電話 煩衛福部 到底你那個錢是怎麼算的 算到我們自己頭都很痛 對 接下來說 你如果請這個居服員 照服員去家 幫你洗頭 洗一個頭 說要多少錢 洗頭算錢 沒打電話 說洗相機 另外算錢 接下來要帶去散步 另外算錢 再來說要談心聊天 老人都很舒服 這個還要再算錢 他就說火器 每個人都要算錢 你是顧人 還是在顧密 可是我們來看看 某種程度 這就是為了要提升 造服員 居服員的薪資 去做的一個設計 但是會搞得很複雜 救治呢 就是一點點兩百塊 那一般民眾呢 收入收入比較高的 就是負十六趴 如果中低收入 就是不用負半毛錢 薪資有一個 等一下我們來談 叫做照顧組合表 然後呢 家屬負擔救治 抱歉 是三十八 新制是十六趴 所以兩百塊的話 你就是要負六十塊 六十塊 對 六十塊 對了 一小時六十塊 很好算 六十塊就是一小時 裡面洗頭 洗相機 照顧起居 然後帶去散步 開工一下 然後呢 現在呢是說 一個一個要算 要分 可是我們等一下會談 不見得會比較貴 搞不好會比較便宜 另外呢 那就是有時候 依照輕度 中度 重度呢 給予不同時間的額度 但是額度用完就沒啦 二十五個小時用完就沒有啦 可是新制的話呢 是額度是用錢 譬如說清的呢 是給你一萬零二十塊 你自己要付十六趴 可是一萬塊這個額度 用完之後 你可以自費再提高一點點 我們來看 這其實真的有一點複雜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譬如說我們就用這個表 以前呢這個張爺爺呢 一個月可以拿到二十四個小時的居家服務 包括黃色是洗澡跟洗頭 綠色是跟他陪伴聊天 藍色呢去跟他散步 這兩個小時內 這個都可以做 那救治呢就是說你一個月呢 在這十二次每次兩小時 總計二十四小時 民眾要付一千四百四十塊 但今年上路這個新制呢 是說洗澡洗一次三百二十五塊 洗頭 陪伴洗一次三百五十塊 散步散一次呢一百九十五塊 分別乘以八乘以四乘以八之後呢 因為不一定每天要洗頭 或者是不一定每天要陪他聊天 次數如果有增減的話呢 數字就會不一樣 如果說呢 你這個陪伴的次數變成四次 然後呢你的錢就是從一千四百塊 變成八百九 反而變少 可是如果你要維持原本的十二次 每一次都要洗頭洗澡 每次都要陪伴都要散步的話呢 就是變得更貴 多兩百塊左右 我的請教 要做到這裡 學校是要做什麼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這個樣子啦 比方說在救治啦 那你的兩點經嘛 你的舉例 洗頭 洗心窟 陪伴散步 好 那你怎麼知道 他洗澡洗得怎麼樣 洗後有夠嗎 你知道陪伴散步 那到底是背 是怎麼背 有沒有儀位等等這些 事實上就是用時間的話 會有一個困難 以後我們看不到品質 因為那個時間到了 幾點幾分到了 幾點幾分離開 他們做什麼事情的是 沒有人知道 水仔人家說啦 反正他做了好 做了壞都一樣 另外就說 妹妹洗頭洗身窟 因為我會遇到很難洗 很難洗的人 你洗到一點經過 是怎樣 就早上停下來不要洗了 因為我時間過了嘛 怎麼可以這樣 對嘛 不可以嘛 你還要洗 但是你遇過 這樣是要洗兩點經嗎 這就是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就是說 你要用這種時間去算 他會遇到 就是 提早 有的人腳掌快 可能像我們 兩位比較資深的照護員 是 他一點經 他差不多四十分鐘 他就做好了 不好意思 他還要坐二十分鐘 這還可以玩兩百塊給你 跟一個新手 打開了 同樣這個人 這樣服務 同樣要洗 他要洗一點半經 結果他領得更多 比較雞樓的 兩半經的領得更多 對 兩半經的領得更多 對 兩半經的領得更多 比較熟手的 所以早點到期間 不公平 所以 所以這個其實是 用時數去算 有他的 那我知道你們的 用意是良好 可是對待使用者 或者是對待一般人來講 就是說 會很不確定 我這個月到底是應該給八百 還是給一千六 我會整個回去了 這項我們有在檢討 我們大概在 我相信在六月進行 我們就會處理 現在這個支付制度 新製 我們會設計套餐 這個套餐 因為我們現在在收集資料 他現在做的 做的這些東西 就會報過來 報過來我們會整理 最常用的是哪一些組合 那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套餐 這個套餐大概做起來 大概就兩個鐘頭 這個套餐做起來大概三個鐘頭 一個月應該洗幾次頭 洗幾次澡 陪伴幾次 你有一個A套餐 另外可能問題 比較嚴重的 有B套餐 有可能有一些單點 對於特殊個案 比方說有的是那個中風臥病在床 他可能要去做關節的一些運動 被動關節運動 那這個就要看case 需要的時候 他再加進去 拜託 你們套餐方案出來 我們再說一次 不過勞大哥我再請教你 這套新製的給付制度 洗個頭 然後算多少錢 洗個澡 陪伴都算次數 算不同的服務 不同計價 回到現實的 對居服員造服員的薪資 會有幫助嗎 其實 救治有救治的好處 就是說 可能就是 如市長講的 這個小 我們去做救治的時候 就是什麼都會 都需要你來做幫忙 那個也是會也是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很多我們不該做的 你都要去做 在合情合理的範圍 我們還會 我們也不會去拒絕 那薪資的好處就是你項目分明 可是另外一個不好的就是說 你就是綁住了 什麼都是 什麼都是要做什麼做什麼 就是好像按表操課一樣 是 你在轉換的 在轉換的這個過程裡面 尤其對比較舊的案主 他是完全無法習慣的 如果說 市長你覺得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 我們那個什麼 救治 你不曉得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 你也不用去煩惱 因為案家會投訴我們 你做的不好 他一個電話就來了 是 我們也是很倒明 是 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你也不用去擔心這些問題 是 因為還有一些 監督的問題 我們多導演會去查訪 是 是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個就是新製的 拜託導播來看 譬如說 家庭照顧工人微弱服務 家計 就是加七百六十塊 晚間呢 就是變成是三百八十五 例假日呢 就是要七百七 然後呢 再來看看 基本身體清潔 就是一次兩百六 基本日常照顧一次三百一 測量生命跡象 說 還在喘口嗎 三十五塊 體溫 體溫 血壓 那 餵食 灌食一百三 然後 餐食照顧三百一 協助沐浴洗頭 三二五 逐步照顧五百塊 然後到載沐浴一千五 翻身拍背一百五十五 肢體關節活動一九五 會不會導致造福員 居服員 跟所謂的被協助者之間 那個關係變得很不好 譬如說黃大姐 我就說 你怎麼看這個制度 會不會變成說 大家都很愛玩 很愛價格 我會感覺到說 會比較沒有感情 對啦 就是沒感情 對 會互動可能 因為 我變得服務員 我只是做這個 我就做這個 然後你們要這個 我就做這個 就比較沒有感情 對 但是次長 會不會就很像 我們做健保 健保民眾去看醫生 我只要付掛號費 然後我如果拿藥呢 我有基本的這種自費負擔 那也許是二十塊 也許是兩百塊 也許是三百塊 這樣子 就這樣就好 那健保署 要給醫院多少錢 那是健保署跟醫院的事情 我如果是來申請長照 幫我洗頭啦 或是插背啦 量血壓啦 我反正該多少錢 就一筆過去 然後呢 你要怎麼樣給付給機構 給付給照服員 是衛福部跟照服員 或機構的事情 就不要牽扯到這種使用者 那不會比較簡單 現在是這個樣子 在這一個制度裡面 有一個關鍵 他叫做個管師 那剛剛您提到的 這是照顧管理專員 有些地方沒有個管師 我們現在叫做A啦 A級的單位裡面會有個管師 是 那有些地方 現在A級的單位 還沒有 那就是照顧管理專員 在做這個事情 他要做一個什麼 照顧計畫 是 也就是說 根據這一個個案 本身 他的身體的狀況 跟他的需求 他要還有評估之後的一個額度 剛剛看到那個一萬多到三萬多的那個額度 是 做一套照顧的計畫出來 這個照顧計畫 還要去跟他的家人 或者個案本身去討論出來 確定之後 那才由這個照服員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老實說 在處理這個問題 不應該是照服 照服員第一次去跟個案 去討論這個東西 是 應該是有一個個管師 要去做這個事情 那過去這個角色 有部分的居服單位的督導師 在扮演這個角色 他們會去跟案家去討論 你這個 你這個可能的 來 來製生区 大家不用到每天來 一三五來就好 譬如說是這樣 有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在 現在這一個角色的話 就會叫做個管師 那這個個管師 他可以來做這種個案管理 是可以另外來 來申請費用的 了解 您剛剛看到那個表 前面的說 這個困難照顧個案 還是方備 量寫要多 不是 頭情 頭情 你剛才看一下 拜託給我們看這個 你先頭看 就那裡有做A碼 先頭情 再上去 再上去 好 這裡 A A01到02 就是那個 頭情 0102 這就是照顧管理 我剛才說 個管師要做的工作 由我來申請費 所以照顧管理 另外再給付 對對 這個不收部分負擔 和民眾都不關 了解 所以那個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 不要讓居服員 照服員 去跟案家 案主 去那邊算說 這個這個多少錢 這個是不要 第二個 不要讓所謂的接收 照顧的人 搞不懂 很清楚 很簡單的 五百 一千千五 還是千八 剩餘兩百塊 就最好 不要再說太五十 也會灰 我記得一個例子 以前的一小時兩百塊 三十percent的致付 所以他要付六十塊 你現在用現在十六percent 打算回去的話 就是一個小時 你如果做三百七十五塊之內 他的部分負擔剛好 三百七十五就是十六percent 就是六十塊 是 所以你這個個管師 和案家去說的是 你把照顧 剛好他輸了 剛好說到三百七十五以來 他的本負擔 絕對不會增加 那我們再來談談 就是我們還是很希望 長照可以成功的推動 還是很希望第一線 最辛苦的這些照服員 可以拿到合理的報酬 跟待遇 以及升遷的管道 剛剛我們談到說 現在就是說 你從基層的照服員 你可以在一定年資 以及學歷 這沒辦法 這個我還是一定要讀書 一定要學歷才可以升成照管員 然後呢 要兩年年資 才可以變成管理督導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的設計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套 像是呢 照服員呢 在經過一定年資之後 他可以升回居服督導 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 就是剛剛 然後呢 現在我們的長照法 我覺得這還不錯 就是呢 要有一個業務主管 你不能說你有錢 你就是大爺 不是說你出得起錢 蓋得起一個長照機構 你就一定要當老闆 當主管 不是這樣 而是說你要當業務負責人 你一定要有照服員的資格 對 你一定要從基層上來 所以你可以從基層 一直慢慢爬 慢慢爬 爬到長照機構 業務的負責人 再當到像是政府機構 照顧的管理專員 我再請教一下黃老師 這整套職涯的規劃 在學校體系裡面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包括在你們五育高中 是 其實因為我們在學生的 就像您剛才主持人 一直講的 學生剛畢業的時候 他可能接收這樣子的薪水 三萬出的薪水 他可能會覺得OK 可是十年後呢 二十年後呢 所以事實上 我覺得在這樣子 讓學生有願景 有前景知道說 他們 因為畢竟他們會升大學 上大學的學歷 到底跟高中畢業歷 到底有什麼不同 這個一定要把它區分出來 讓孩子們看得到願景 而且我相信這樣子的規劃 因為他有加年資 那他也要加了他的學歷 會容易讓外界會覺得說 我們其實照顧服務 這真的是有他的專門的所在 是 那相對他會去受到一樣的 一定的尊重 那孩子們會願意投入 這個職場的時間 我相信會比較久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這一張表 其實我們大家也看到 所謂的那個年資 或許真的可以一年 比一年薪水高 但我們看到是政府所聘請的 照顧管理專員 那當然他是有那個 有一點像公務員 那個新點制 如果是三百一十二點 就是一個月拿三萬七千多 那如果幹了一年之後呢 會變成三百二十八點 就是多兩千塊 再多一年就再多兩千塊 也就是說每年都可以加薪兩千塊 但是他有一個頂啦 天花板就是四萬九千塊 上不去啦 幹了一輩子幹到退休 幹了四十年還是四萬九千塊 這是現在制度 不過你可以再升到管理督導 一樣有樓地板跟天花板 天花板就是五萬五千兩百多塊 可是呢 現在所有都是一年一聘 這恐怕是在聘任制度上 一個很大的問題 只能一年一聘 明年有或沒有 不曉得一年一聘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在意 所謂的造福員他們的薪資 待遇跟升遷制度 因為他們真的是很辛苦 南投縣國姓鄉的北山社區 目前是長照C級巷弄 的據點 提供預防失智及失能照顧 還有老人臨時托顧的服務 國姓鄉的長輩們 開心的跳舞動一動 一起快樂學習 六十七歲的趙扶元陳友 九二一之後 開始擔任趙扶元 已經做了快二十年 八點上班 我們七點半 七點半 我們就比較快 我會先去栽藏伯 栽藏伯來這裡搭警察 栽來之後 栽來之後就是涼血壓 涼血壓之後 我們這個庫庭 我們一個個庫庭 我們就排下去 有時候有變化 就都帶他做鈔 中午要煮中餐 下午煮點心 帶老人他很內行 下午是寫字課 長輩們一點一話不馬虎 你看他現在聲音非常漂亮 很漂亮 沒關係 你這樣很棒 非常好 結送長輩 量血壓 煮飯 帶活動 趙扶元幾乎是全能的 一手包辦 幫喔 我要找你 另外在普里服務十九年的 趙扶元都島王慧春 他在A級的社區總和型單位 教案設計是最大的壓力 我們的困難點是 我們一直要想一些新點子 就算是舊的教案 也是要稍微的調整一下 都會有一個倦帶期吧 然後呢 就是鼓勵自己要把那個倦帶期 可以鎖短慢慢的 趕快把它跨過去 王慧春說 從事照服員的工作 憑著是一股傻鏡 照顧自己家鄉的長輩 讓他們快樂的在地老化 是他工作中最大的成就感 收入不高 已經不想去計算 不過黃大姐 我們當然都是拍到比較美好的 因為他一定是展現美好 那一面給我們拍 可是我們用大腦想就知道 一定很心酸很辛苦 然後你想到說你付出那麼多 薪水一咪咪 你心裡就會開始不平衡 整個制度出在哪裡 你政府該怎麼改 所以我常說 我們在工作上 就是一直在尋求成就感 就像剛才那些大姐 他們在帶的活動 就是我們平常在做的 那現在是拍的是完美的一段 那另外一段就是 我們在洗澡啦 那個更累 那我覺得 是那個 我要求次長 我們已經讓了很久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單一 技術式的陣章 不能給我們加薪 因為我們這個 聽說要給 到目前都還沒有 所以我們一直都要期待 然後這一塊真的是 我一直很希望政府 真的在長照 你們現在講的真的很美好 很像真的很 學生很像有很美好 一個未來的宴景 可是我覺得 你只要到了一個機構 所以你才發現 這個遠景很像差好多 怎麼說怎麼說 如果你進入機構 或是說他真的進入 真的是要跟我們一樣 要照顧這麼多人的話 我相信他們會碰到很多的挫折 那我希望他們再碰到很多挫折的話 你就慢慢的成長 學習很多的集訓 是蠻重要的 是是就是要給照顧員更多的協助 但是次長剛剛說的 技術式加薪 這怎麼做不夠 基本上薪水是單位 那是一個勞固關係 那但是我們現在給的這一些 等於是費用 是可以cover過去 所以這剛剛也有提到 一個重點 就是這一些單位 這些不管是居家服務 或者是機構 他的制度 是 他的制度 所以我們這一次如果說 我們剛剛我講的 那個最低的薪資 這個命令下去的時候 我們附帶要求一點 就是這一個單位 這個居家服務單位 跟政府簽約的這個單位 他必須要有好 要有一個人事制度 怎麼樣去寄薪 怎麼樣的 他的那個獎 獎勵 獎成的制度 還有如果是居服單位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他的交通工具是誰負責的 了解 油資是誰來負責 不過政府還是可以用政策指引 讓他們可以 指引他們來做這一份 然後更多加薪的機會 不過財源 我再請教你 不過現在談這個都太早 因為你才十七八歲 可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你在十七八歲的時候 對自己的未來規劃是什麼 我的未來規劃 其實我比較有瘋狂的 因為我們這個會上網 所以等到你六十歲 你再回頭看你現在講的話 我應該有瘋狂的夢想 我覺得我想要開一家機構 那我的機構裡面可能會 可能會規劃一些 可能就是園區 像可能是每週 可能每個禮拜 只要規劃一天 那可能是動物治療 那可能就是動物治療 搭配一些輔助治療 那來就是給我們長輩 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持 那其實說 就是希望說 怎麼講 在我希望說 在照護的過程當中 我希望我永遠都是 保持那個初衷 那我不要忘記說 我當初說 為什麼要堅持走長照這塊 這樣子 我想我未來的 我在看到今天的自己 我想我應該是 我覺得我應該是 不會說就是 就是說怎麼可能 今天的選擇 我覺得我自己非常 對自己有信心這樣 對長照這塊 採研加油 謝謝你的收看 謝謝 謝謝 四月二十二 周日晚间十一点三十分 公式学生巨展 第一广场 享用影像记录生活点滴 要生命中的美好化作永恒吗 千万不要错过 公式乐领影平面摄影机 先调整课程中有专人指导 无论是风景技术 或是美食进入 教您用简单技巧就能上手 并把照片串成影片跟亲友分享 一起来玩翻影像 铃银有限报名要快哦 详情几下公式官网 从海岸县与海路交界为开始 探究天灾污染山林资源 与物种的生涅 并回顾三十年间的环境运动 映照属于台湾的美丽与哀愁 捐款一千六百元 可获赠我们的岛 台湾三十年环境变迁全记录书一本 详情可上公式网站 或拨打捐款专线 02 2633 2000 决定专闻的天才 你选择了他 那是为了疲惫 面对爱情选择题 请不吝点我 不吝点人家 感性与理性的挣扎 你还在缺陷阱 能否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周一至周五晚上十年 天蝎行动第三季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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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